台中市政府竟然 为了要狐狸某些人 我们甚至大家认为 为了要改变原本的规划 造成这个延宕 这个案子2018年 交通部就通过可行评估了 那我们看到这四年来 完全的没有任何作为 那这个对台中市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必须要讲 同样是台中市的立委 江启臣 杨琼英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你们是支持卢秀燕 还是你们是反对 请你们站出来 这两天好像都没有看到 他们出来讲 都没有出来表态 完全没有看到他们的声音 那为什么 你们台中市民选出来的 你们要负责 你们为什么这时候 没有任何的你们的表态呢 反而是民进党的立委 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 我觉得卢秀燕市府 不能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去年上个月 上个月高雄市的第三条捷运 已经通过我们国发会的核准了 而且即将动工 总共是1442亿台币 中央支付833亿 高雄市政府自筹608亿 什么时候要完工 预计六年后 2028年完工 我很担心什么 六年后高雄的第三条捷运 已经完工了 台中的第二条捷运 还没动工 因为按照目前的 因为现在他不断在跟中央打雷台 他要变更路线 他要本来地下变高架 然后他要新增这些站 正英站 然后要把原本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站要做改变 这些都是知识体大 所以交通不一定有他的意见 现在就在公文往来 不知道拖多久 不知道拖多久 所以你看高雄的 已经有两条捷运了 是垂直的 十字路 现在变成第三条 预计他现在高雄 每天是17万人搭乘 如果第三条捷运会变成50万 一天50万人 为什么 网状 但是我们看到 可以服务的民众更多了 对而且包含还可以结合什么 还可以结合环状的轻轨 高雄有环状轻轨轨 还有结合台铁 结合高铁 变成六铁共够 这高雄是六铁共够 台中到现在为止 台中 一铁 一铁 对 还分开 对还分开 还跟台铁分开 所以就变成说 大家在看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高雄不断的向前迈进 而且是每天都在积极的往前冲 结果你台中在原地踏步 你怎么比得上人家呢 所以当人家高雄三铁 已经六铁共够了 你台中 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 溺水行舟啊 不进而退啊 人家不断在进 只有你在退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拜托 我真的拜托 卢修言 你放手 你就不要再管 这个捷运的事 就按照当初 2018年 林嘉隆 他做的决定 照做就好了 不要再异想天开了 不要再找一些 有的没的 在这边变换车站 什么东西的 你这只是什么 自私一分嘛 把整个 整个 整个 这个台中的蓝线 已经在你手中 戳头了四年 请问 还要再戳头四年吗 可是显然 他应该不会修正吧 蓝印党团都出来捍卫了 说中央不要再卡 如果这样的话 我呼吁台中市民 11月份 不只是要给 卢修燕教训 也要给 国民党的 市议员教训 因为你们这样做 是把整个台中 给交通 给进入到一个黑暗期 而且不是只有我们看到蓝线 他直接是 直接是到我们的台中火车站 中间有这么多的 不管是景点 或重要的这个站体 全部都耽搁了 所以我 这个是造成台中未来 没办法前进 没办法进步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因嘛 现在每个县市 都在自己的招商引资 我请问一下 卢修燕四年 有没有招商引资 除了独厚一些财团 土地开发商 这个建商之外 他没有什么招商引资啊 高雄这么多外商进去 台积链进去 所以高雄的房地产 涨起来是正常的 因为需求增加嘛 台中是什么 炒房 炒的房价涨起来 一般人买不起啊 没有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啊 所以这一点就是高下地盼 所以我觉得 今天台中市民一定要觉醒 不能再让卢修燕 这样虚耗四年 或者台中未来 可能成为我们六都当中 最落后的一都 范老师语重心长了 但是卢修燕 有可能放手吗 他有可能觉得说 我最近民调这么高 六成的满意度跟支持度 跟信任度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们 绿营的话呢 来明显 如果在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卢修燕年底连任 稳哦 是不是不用担心了 捷运是真的是比较专业的 一个事情 大家说台北市的捷运 败金 其实我们本业是赔钱 没有错 我们日运量 不要讲疫情 在疫情之前 我们日运量一天是210万 高雄你知道多少人吗 高雄的日运量 一天只有4万人而已 差很多 因为我们捷运比较多嘛 但是我们本业还是赔钱 可是我们副业是赚钱 可是去年是疫情的部分 台北捷运还费了60亿 所以全台湾的捷运都赔钱 去年疫情 这么多人搭的台北捷运 也是会赔钱 是啊 你那么多条还是一样赔钱 那台中捷运呢 不知道你照这个 还往人少的地方去 如果是真的要用捷运 本业要赚钱的话 大概台湾捷运都不用了 其实日本捷运也是这样子 其实过去有国外的日本 很多捷运商 他也是靠那个副业 百货公司赚钱 很多那个副业跟本业 比较搭配的比例 甚至副业到七成 本业是到三成 要靠副业 严清彪你就收手了 就退了 因为你们严家 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误判三件事 第一个罢名陈伯伟 第一个误判 第二个严宽横自己出来损 第二个误判 就搞到今天为止 遍体临方 家里的维建一一被警示 然后搞到你们的豪宅 你们的到内所被拆 甚至连严宽横的豪宅 过完年我看可能也要拆了